好我們到底來看看有爸爸竟然帶小朋友到宜蘭的森林遊樂區去遊玩 很好 但是竟然撐開了雨傘直接就往水池裡面去撈魚 真的是給小孩做了最壞的身教啊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名穿著藍色上衣戴著帽子的爸爸 他竟然是把雨傘撐起來下到水裡面 大家都好奇說他到底要幹嘛 沒有想到呢 他居然在水裡面打撈魚 當時有民眾看到這樣的畫面實在是太傻眼了 也把這段影片PO到網路上 現在你看一段當時情形 好的 你可以看到呢 當這名爸爸是用雨傘打撈魚的時候呢 他旁邊還有一個小孩子就是他的兒子 沒有想到呢 爸爸是在他的小朋友面前做了最壞的身教 居然在這個地方撈魚 因為明明在池子旁邊就寫這個地方是禁止釣魚的 但這名爸爸無視告示牌不說居然還用傘撈魚 而旁邊還有很多名大人明明都看見 這名爸爸在做不好的示範 卻沒有人來阻止這名爸爸還讓他繼續撈魚 而這段畫面PO上網路之後 不少網友一直呼說 這名爸爸實在是太扯了 真的好離譜 不少網友